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竟然敢软禁我爹 还对你大火小叫的 大儿 这是个误会 这是误会 杨总管 小门一直跟我说 一大堆你的不是 我还听你说好话 没想到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抓我爹 快说 我爹在哪儿 二少爷 我 大爷 不说是不是 行 我这就带你去寻补房 我看你说不说 桃儿 我叫你不要再说了 娘 你 你到底是怎么了 他是一个下人 一个下人 以下犯上 小门说的没有错 他一直都想谋害我爹 他现在已经把我爹抓了 那到底不想知道 爹在哪儿吗 你这个恶鬼 我决不饶你 你 你 二少爷 你 二少爷 放开他 他不是恶鬼 他是你爹 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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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中 杨大爷 杨总管 他是你爹 他是你亲爹 他不是我爹 他怎么可能是我爹 他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他不是我爹 是真的 是真的 那年我先怀了你 再嫁入戴家里 戴卿阿宝是你爹 是他 是他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他不是 他不是我亲爹 他不是我亲爹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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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是真的 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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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 小梅 好痛 大年 小梅 你们是什么人 李葵李老板让我问候你一声 二少奶奶你死定了 金龙哥 我说了嘛 我就适合当你的保镖 信号有你在 金龙哥 刚刚 这是对不起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小满 你说他们是谁派来的 我觉得应该是杨总怪 我猜也是 对了 咱们得赶紧找到大少爷才对 走吧 走 走 桃儿 他真是你的生身父亲 他 娘 我的生身父亲只有一根 那是戴秦豪 戴老爷子 桃儿 你听我说 我跟你亲爹是相爱的 那时候 你爹是代价的总官 我只是个卖花女 我怀了你的时候 你亲爹突然有个念头 就是让我嫁进戴家当二夫人 那朕一来 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 戴家的继承人 而我 也可以跟着你过享福的日子 桃儿 他真的是你的亲爹 真是千真万确的事 你爹他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我们母子俩的幸福 是吗 真就这么简单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为了我 把自己心爱的女人 嫁给别的男人当小老婆 你为了我 你为了我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跟别的男人同房 你为了我 管那个男人叫主人 当别人的仆人 真就这么简单吗 桃儿 别这么说你爹 他也苦了十八年了 苦 既然觉得苦 那为什么还这么做呢 我真是搞不懂你 我叫了十八年的爹 不是我的亲爹 我使唤了十八年的下人 竟然是我的亲爹 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 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亲生孩子 还是当作你们 巧取豪夺的棋子 桃儿 不要这样 桃儿 桃儿 不要这样 桃儿 你说强举好多 你是说现在的我 还是当年的代价 当年代价利用高利贷压榨穷人 这些穷人根本就没有偿还能力 只能拿着自己的房子 土地 甚至是劳力来偿还 我的爹 娘 这是你的爷爷奶奶 都是被代价 活活必死的 当年我只有七岁 我只有七岁 就押给了代价做夏日 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 代价就是害多家破人亡的仇人 可是我呢 我还得叫他一声主人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问我自己 我算什么 我是什么 终于有一天我明白 总有一天 我要替我自己 替我们杨家偷回公道 所以 我比谁都 尽职尽责 我 我比谁都负责任 我要看好代价的一草一木 我替代价盯上了严厉的家规 我不许别人拿走代价的一定点东西 因为我知道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代价的一砖一瓦点点滴滴 都是 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 其他人 那怎么说 大娘的亲生孩子 就是被你给毒死的 绑架财妈财爸 并且想杀害他们的人 也是你 杀人杀红了眼 想杀拜庆豪的 也是你 你把大娘送进了监狱 把大哥赶出了代家 要不是小蛮怀着身孕 你 你是不是想把他也杀了 你说 你是不是想这么做 你是不是想把他也给杀了 如果要不是小蛮怀了我的孩子 你是不是打算把他也给杀了 你说 是不是 你说 到底是不是 桃儿 桃儿 你别叫我桃儿 我不是你的儿子 我不是 我不是你的儿子 我不是你的儿子 我不是 你的儿子 桃儿 我不是 我不是 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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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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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爷 小本担心戴姐的安危 特地来找你商量的 温天歌 你见到大夫人了没有 朱四根本不让我见她 而且朱四还说 让我不要再费力气了 我娘已经认罪了 你说大夫人已经认罪了 口供和笔录我都看到了 怎么会这样 朱四是个什么样的人 无论是威逼利诱 还是刑求逼供 她什么样的手段使不出来 况且 我娘一直抱着赎罪的心情 对她的案子 对于她的认罪 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小满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法院真的要审判我娘的话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以律师的身份 替我娘辩护 这些我都明白 温天 老爷已经回家了 而且她已经亲口承认 毒包子是她做的 大娘和东梅姐之前并不知情 有这种事情 虽然我现在很心疼 我枉死的弟弟妹妹 但是一想到整件事情 只是个误会 想到大娘 她为了救代家 为了救老爷 而一肩扛下所有的罪 我就觉得于心不忍 小满 谢谢你能体谅 不说这些了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告诉你们 杨总管 早在很多年前 就开始图谋代家的一切了 十八年前 大夫人在医院遭到毒手 失去孩子 就是杨总管一手所为 你说什么 小满 十八年前的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的 是采坝告诉我的 采坝那个时候 在医院当清洁工 他亲眼看到 是杨总管下的毒手 采坝还想拿这件事情 勒索杨总管 没想到差点遭她灭口 还连累了财猫 夫妻俩差点丧命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温天哥 这么说来 你的亲生爹娘 也是被冤枉死的 如果真的是杨总管 造成的十八年前的悲剧 那他也是诬陷 我亲生爹娘的凶手 是他 必死了我亲生爹娘 都是我太心急了 我受不了他对你那样的无力 只好对他说出实话 没想到他居然承受不了 小梅 这也不能怪你 这件事 他迟早要知道的 不是吗 桃儿 你总算行了 大夫来过了 他说你要多休息几天 这些天 你就不要到处乱跑 哪儿也别去了啊 桃儿 说句话好吗 是不是 之前娘对你说的那些话 你难以承受 所以 不肯原谅娘 桃儿 为了你 我跟你亲爹 这十八年忍受了多少挣扎和痛苦 我们这么做 桃儿都是为了你 为了你的将来 我们辛辛苦苦 就为了让你在待家 有一片天 有时候娘 觉得我自己走在生锁上 生怕一个不小心掉了下去 甩得粉身碎骨 可是只要我想到我还有个儿子 我还有你 娘就无怨无悔 桃儿 你知道吗 娘这么做都是在为你铺路啊 娘就无怨无悔 你知不知道 我 桃儿 我 叫你一声桃儿行吗 咱俩 明明是父子 却不能相认你 每当 每当听见你 咱俩 每当听见你 喊别人爹的时候 我的心里 心里都跟刀割似的 我无数次地告诉自己 我是你爹 我才是你亲爹 这么对你 连我把自己隐藏起来 不让别人看见你 我一丝一毫的痛苦 我一丝一毫的痛苦 这样才不知 你在跟别人 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 柳儿出了那些真实的想法 桃儿 你知道吗 桃儿 桃儿 你亲爹够辛苦了 他为了你宁愿当下人 忍受你的不敬 忍受你的一致七十 记得你上次要救财妈的时候 给你点起冲突吗 我为了阻止你而打了你 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了解吗 桃儿你知道吗 桃儿 桃儿 我再 盖家 受再多的稳缺 再怎么低三下死 都无所为桃儿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 你 你才是戴家真正的主人 我 这个日子不远了 桃儿 不要 不要怪母娘 也不要怪爹 咱们一家三口 团圆的日子 快到了 桃儿 快到了 Α stop 朴儿 你 说句话好吗 啊 桃儿 啊 桃儿 桃儿 爹说的话 听进去了吗 ああ 我的圣神父亲只有一个 那就是代理庆豪 我不能再让杨总管这样胡作非为下去 一定要将他绳之与法 温天哥 这样吧 我先回代家找老爷子 跟他当面谈一谈 让他了解整个状况 好 我立刻去找郭市长求援 让他想办法营救我娘 小满 我们现在就兵分两路 分头二行 那就这么决定了 静龙哥 我们走吧 好 静龙 帮我好好保护小满 放心吧 大少爷 真希望这些事情能快点过去 大家能及早恢复平静 我也希望 到时候我就要跟温天哥结婚了 月小姐 你要和大少爷结婚了 那我恭喜你们了 谢谢你 静龙哥 小小姐 你跟温天哥 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等这些风风雨雨过去以后 我会去参加你们的婚礼 小满 你 我真心祝福你们 我好想说 你还要好 你还要好 我来 我来 你还要好 你还要好 我来 按我们的协议 事成之后代价财产有我一半 我现在来看看我们家财产不行啊 我说你少废话 快说 什么事 小曼那野丫头失踪了 不知道去哪儿了 这么一个黄毛丫头 你都给跟丢了 你是干什么吃的 你说话客气呢行不行啊 我跟你讲 当初要不是什么施金龙窜出来 老子早一枪把他给毙了 你说什么 你想把他给毙了 你让我跟着他 不就是要毙着他吗 你混蛋了 我让你跟踪他 没让你动他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不能动他 因为 颜小曼他肚子里怀的孩子 是我的孙子 你的孙子 那就是二生 行了行了 你别问那么多了 只管办事你懂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老是想着瓜分代价的财产 我们还有两个缺口没有解决 你知道吗 你是说 杀了戴问天吧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겠어 薇薇 夏第一步 只杀了戴问天 思考 看好 facing 睡了 我刚才군 这一路走就一路想 我越想就觉得 头皮发麻 什么事啊 你还记不记得 同样十八年前 咱们家发生什么事了 你说我马上就能想起来 你还记得吗 当时那个护士 把小蛮交给我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说了 小蛮是个没爹 没娘的气婴 当时我二话不说 就把他给收养了 对对对 可是 这时候啊 我想了又想 觉得那个时间点 跟代家的大夫人 那个孩子 被人下毒的时间 这两个时间 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你的意思 你是说 如果 当时那个大夫人的孩子 并没有夭折 或许 那个护士 交给我的那个孩子 是 大夫人的孩子 老婆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小蛮 是大夫人的女儿 我 我只是怀疑而已 我也说不准 那医院里的护士 叫什么名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 他们管他叫秀姑姐 他姓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这么长时间 能找到他吗 这找不着也得找啊 对啊 这件事情 有关于咱们小蛮的 真实身份 好 我非要搞清楚不行 是啊 还有啊 我记得那个护士 秀姑姐呢 她就住在渣北 我看 咱们先别急着找地方住 我们先找到 那个秀姑姐再说 好不好 好 走 好 我们就去找秀姑姐 好嘞 走 兜兜小蛮 咱们找秀姑姐去了 走走走 走 哎 万一小蛮 真是大夫人的女儿 这香钱 还算什么钱呢 老婆 戴律师在吗 你们有什么事吗 您是月小姐吧 对啊 我是啊 你们是 我们两个有一点事情 想问一下戴律师 能不能请你回避一下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 有个案子 我们想委托一下戴律师 小香 你先出去一下 两位有事的话 里面去讲 他们有枪 走 走 追 快追 aa 快追啊 追 好不好 走 卖包子 要不要 不要不要 你确定这是这家吗 卖包子嘞 是这家吗 是这家 是 到底是不是这家 我再看看 我太矮了 要不你站我身上 你再去看看 别闹了 人家以为我们是小偷呢 不是老婆 刚才我问了一个大爷 他说是这儿 后来问了一个老婆婆 也说是这家 后来我又问了一个 小女孩 又说是这家 基本上确定是这家 不 不老婆我不敢确定啊 万一我说确定进去之后 不是这家 你又得揍我 要不我再打听一下 不必了 就这家吧 好 有人在吗 有人吗 请问你们找谁啊 小姑姐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清玉啊 清玉 就是当年在医院里那个 是啊是啊 我们两夫妻啊 就在医院当清洁工的 哎呦小姑姐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是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想跟你打听一件事 对对 你还记得当年 交给我的那个女婴吗 女婴 我我当然记得 是这样的 当年的女婴啊 今年已经十八岁了 她叫小蛮 我真的很感谢你 当年你交给我这么一个乖巧 又这么孝顺的好女儿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还替她干什么呀 不是不是 你今天来 不会是官为了跟我说这事吧 不不不不 还有一件事 我是想请问你小蛮的身世 你打听她身世干什么 当年你把她叫给我的时候呢 你只跟我说 她是个没爹没娘的气婴 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啊 那孩子也长大了 她是不是有这个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份呢 是是是 小蛊姐 她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 你应该还记得对吧 不记得了 这么久的事 我哪记得这么多呀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当然是真的 我都多大年龄了 这事情过去多少年了 我能记得吗 你想都没想就说 你不知道不记得了 你敷衍嘛 你不想说 不能说 还是不敢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什么意思啊 你等等走啊 我们养了她十八年了 对不对啊 我们管她吃管她住管她穿的 我们问一下身世不应该吗 你不应该告诉我们吗 你 我老公他性子急 你别理他 我们只是想请问一下 这当年小蛮是怎么来的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呢 这事情我早就忘了 你们也在医院里待过 那种环境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每天都人来人往的 我当年是个护士 这些事情我怎么能记得呀 这时候也不早了 如果没事 我也该休息了 别别别 修古姐 你先别走啊你 修古姐 开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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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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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蓣儿 怎么不多休息啊 你要去哪啊 我要去找我爹 娘 你告诉我 我爹在哪儿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吗 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 可是你们扪心自温 你们这样做 对得起代价 对得起我爹吗 桃儿 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我违心地嫁进代价 我又违心地 让你做戴秦豪的儿子 娘已经受够折磨了 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 我体谅你 那谁来体谅我呢 这些年 代价对你我都有恩 你就想这么一笔勾销了 这十八年来 但秦豪不只是我的父亲 还是我的恩师 就因为我身上的这个病 他对我格外的照顾 被加大关心 他不放心我出门 可是 也因为这样 他开启了我人生的另外一扇门 那 那就是艺术 而且 他教会了我 你 如何在面对 死亡和痛苦的时候 找到生命真正的价值 娘 我告诉你 如果 你想让我忘了我爹 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囚禁 我 那么你尽清楚 那是不可能的 那 大儿 不要这样 那么你告诉我 我爹在哪儿 娘本来 不想软禁他 可是 可是杨总管事吧 你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不行 桃儿 你说戴庆豪 叫你懂得了生命的价值 那我今天叫你另外一种价值 就叫先下手为强 这是什么狗屁玩意儿 我不稀罕学你这些东西 不管你稀罕不稀罕 你始终是我杨大年的儿子 这一点你必须承认 桃儿 我知道你打心眼里根本瞧不起我 甚至不屑叫我一声爹 这些我都可以言 但我就是不准你去找戴庆豪 我找不着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管不着 是 你的自由意识我是管不了 不过我可以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你什么意思 为了避免你搞砸我的全盘计划 我打算派人日夜监管这里 从今天开始 不许你踏出这个门半步 你说什么 大年不要这样 够了 你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等了四十年就是为了这一天 现在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我只能将这个计划实施到底 桃儿 如果你还自以为姓戴 叫戴君涛 那就随你 你娘 叫我不要伤害戴庆豪 因为她对你们母子俩有恩 这句话我听进去了 等事成之后 我会找个僻静的地方 让她安度余生 不过你记着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你要找她 那结局只有一个 就是杀了她 如果你找她就是逼我出手 如果你爱她 就不要害了她 就不要害了她 娘 娘 老婆 老婆 老婆老婆 老婆 老婆你先别冲动啊 箱子给我啊 箱子给我 急什么 箱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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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这你这不是 不是箱啊 我告诉你 你想了半天的妙计 就是把这一千块大样 送给别人的啊 哎呦 你想都别想啊 我告诉你啊 万一她收了钱 小蛮还不是大夫人的亲生女儿 这钱不白送了吗 怎么 小蛮是大夫人亲生女儿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 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我可警告你啊 嗯 这里头装的 可是一千大洋的不义之财 是 怎么来的就怎么去 你呀 赌了一辈子 做了一辈子的过路财神 你别想啊 嗯 靠小蛮做你的发财梦 哼 没出息的家伙 哎老婆 你考虑考虑 别冲动啊 啥啰嗦了 一千大洋哪 不容易啊 一千大洋啊 一辈子都挣不到啊 别冲动 唉 唉 考虑考虑嘛 别冲动啊 唉 秀姑姐 这是我们夫妻俩 一点诚意 请您收下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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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姑姐的表情 你看得懂吗 唉 我看明白了 秀姑姐 如果你不要这个钱的话 我就原封不动的收了啊 唉 唉 秀姑姐 您收下吧 老婆 我不需要什么钱 瞧 你看到吗 人家不要钱 就收着走吧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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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杀亲父啊 唉 老婆我不拿了 我出去一下